新年好,今天是大年初一,祝小伙伴们新年快乐,心想事成,万事如意 五种藏零花钱的方法,千万不能被妈妈知道 第一种方法,藏在笔记本里面,在你的一堆笔记本里面,选一本不常用的 你以为我直接把零花钱加在里面,不不不,格局小了 翻到本子的第一页,然后把我的一块钱平坦放好,在边边挤上胶水,与下一页贴好 怎么样,是不是一点都看不出来 据说学生党不能用这个手势同时完成点赞和关注,如果你可以,我就帮你一年的作业 我来试一下,我点,我点,咦,怎么不行,这样就点上了,关注没点到 第二种方法,藏在玩具里,拿出我们小时候玩的玩具 话说你们家也有这款鳄鱼玩具吗?直接把零花钱放进嘴巴里,从外面看根本看不出来 怎么样,是不是越来越崇拜我了 然后放回玩具堆里,这样就神不知鬼不觉了 第三种方法,藏在旧永特殊情况 这些衣服啊,你都不合法了,我送给你表妹啦 妈妈,妈妈,我还想得胖 第四种方法,藏在妈妈的鞋垫下面 相信大家都听过这样一句话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 把你的零花钱藏进妈妈的鞋垫下面 藏好之后,悄悄地放回原位 这样妈妈一辈子都不会发现你的小秘密 第五种方法,藏在最明显的地方 趁爸爸妈妈出去上班,找到家里的光盘,把它打开 这里怎么会有钱,难道是爸爸藏的私房钱 赚了赚了,今天真的赚了 天妈,我要被发现哦 以上五种不能被妈妈知道的藏零花钱方法 你们都学会了吗 喵,耶